他腳步好快 運動員不差 對 走路是光速 穿梭車鎮 腳步簡直用光速再移動 採訪這一天 我們跟著黃志雄夫婦一頭掃街 但這一回卻變成考驗記者的體力活 平常走路跟小朋友都是這麼快嗎 好 加油 我從10歲開始當運動員 15歲 16歲我就當國手了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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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雅典奧運 全台看比賽 街頭巷尾成了狂歡服業城 當時28歲的黃志雄 和學弟朱慕妍 一席躍聲全台風雲人物 這一戰雖然敗給伊朗籍選手只拿銀牌 但這一面獎牌 卻讓黃志雄在台灣體壇 塑造一段愛國家話 第一量級過去也是我的優勢項目 就是我本來都打這個量級的 但是當下因為沐妍的體重跟我是一樣的 變成就是說兩個選手他必須在國內 如果說選擇是同一個量級的話 你就必須要先兩個要先競爭嘛 只有一個能夠代表國家參賽 為求最好成績 教練團只能把兩個同樣奪金機會最高的頂級選手錯開 但問題是世界級的奧運比賽四年一次 人人都想爭世界冠軍 誰又甘願拼了一輩子 卻要往勝率更低的第二量級打呢 他有那種為國家犧牲自我和兄弟 或許很多人會覺得 黃志雄你為什麼那麼笨 你打一輛 你拿金牌機率也很高啊 那你為什麼去跳二輛 那如果因為黃志雄的自私 或黃志雄自己想要自己的東西 而讓最後 哇 在國內比賽裡面 就是互相廁殺了 我也就是跟他們說 好吧 那我往第二輛級走 不要挑戰這個關鍵的一席 讓民進黨的國會能夠過半 2016年空降台北市第五選區 身為衝衝衝的長女 踢館成功當選立委 黃志雄的四連霸之路被迫中斷 近年來蘇巧惠勤跑基層 下車父親中央的資源易住 地方樁腳實力日盡守候 尤其主打育兒政策 含出原本育兒補助只有200多億 現在要增加到600多億 更坦言要讓年輕爸媽輕鬆 育兒津貼加碼到5000塊 但這樣的做法 身為小孩的爸 黃志雄坦言 絕非解決之道 身為爸爸媽媽 我生的是個孩子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整個幼兒從托育到幼教 到未來上到國小 國中高中 他的整體體 是讓家長放心的 補助當然 當然我覺得是有鼓勵作用 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 長期的特效樣 新北第五選區 藍綠都打育兒牌 你選哪一位呢